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最后两天了 那明天的5月19号 其实正式交接应该是5月20号早上9点钟 那个时刻才是马英九总统卸下他的总统的职位 而蔡英文他总统当选人正式就职的时候 在民主国家里面政权交接就是民主的最光耀的一刻 就在这个光耀的一刻当中呢 当然旧的政权的评价以及新的政府的期待 都已经变成了这一阵子以来大家讨论的重点 其实评价是别人来评 只可惜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忙着自说自话 在他自说自话说他不服气 人家说他无能的过程里面 他又讲不出自己太多有能的一些立正 所以反而使得他无能的这件事情在最后关头又被回忆起来 最无能的一个英文的字眼的说法叫做Bumbler 这是经济学人所说的Bumbler就是很这个愚钝的意思 那跟无能之间差不多可以画上等号 后来呢知名的诗人也是这个中山大学 被受尊崇的教授余光中先生帮助Bumbler是憨厚的意思 Bumbler是憨厚呢还是这个公于心机 有人说他是个好人但是很笨 罗鼠雷说他是笨蛋但是又太勤劳 所以使得他做出来的这个错误的事情反而太多 但是你说他笨吗一路走来为了拿到政权 其实他并不笨他在这个尤其是2004年 当时他没有办法那个来参选总统之后 2005年的时候呢他就设法夺到国民党的党主席的位子 那个时候连战是想参选的 但是他从不多讲话 只有一句大家一起公平竞选 结果连战 当然就民调上面绝对输给了这个马英九 他也就这个愤愤然的退出 那由王金平来代理展开了马王之间的十余年的恩怨 当时的选举的时候 其实马英九阵营曾经登广告 这个民事暗示 这个王金平是黑金教父 那当时操盘的人呢是金普聪 因此金普聪跟王金平之间就立下了这个非常深重的决裂的梁子 这是2005年之后发生了这个特别废案 那特别废案的时候呢 据说马英九曾经哭哭啼啼而劝他继续选下去的人是吴敦义 因此吴敦义这个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跟金普聪交好 跟金普聪交好之后呢 就变成了这个马英九跟金普聪的爱将 马金无三角关系开始结合 这个是在这个特别废案之后呢 马英九也非常聪明的 那推出了自己的党主席的代理人 那个人就叫做吴伯雄 吴伯雄这个当党主席 那做的是一个传统的党主席资源分配 利益分配 吴伯雄选党主席的时候呢 吴伯雄选曾经跟他竞选 在这个竞选的过程当中 到底吴伯雄是自己要竞选 还是去撤走吴敦义 让他不要有那种一人独大 免得将来这个功高震主 强调这个马英九的风采这样的状况 不得而知 不过后来看起来 吴伯雄跟马金的关系并不非常的疏离 那这个也就是当时的吴伯雄 跟吴敦义 对不起吴伯雄来争逐 那到底目的何在 有什么其他的政治上的意涵 那就值得我们深深的去继续观察探讨了 好 马英九高票当选 那当然是因为陈水扁的贪毒案 是因为陈水扁的 这个家族的洗钱 以及这个吴淑珍的介入 这个一些金控 这个金改 和这个南港展览馆的案子上面的泄露 这个评审员的名单 到目前为止 即使很多人认为或许 这个陈水扁已经坐够了监牢 像我大概也这样觉得 这个人情上面 这个是可以接受 这个他毕竟是前任元首 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坐满了 这个应该有的位置 可是各位 他无罪这件事情 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那还有的人说 他是被陷害的 我也不太相信 可是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些政治性的司法追杀 大家也不排除 这个是心知肚明 但是不管怎样 现在已经是政党轮替了 那么2008年 我们希望马英九带来台湾一个 他所说的马上准备好了 他所说的这个633 他所说的一个安和乐利的台湾 很可惜2008年的 一开始刘兆玄的政府薛乡川 他们一下子就碰到了 金融风暴 碰到了是立法院里面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对马英九的这个撤肘 这个立法院 理监察院副院长的人选 沈富雄就是由邱毅 把他这个主导干掉的 那考试院院长张俊燕 提名的绿营背景 比较雄厚的人才 结果呢 因为惹出了所谓荣誉博士案 还使得被殃及的白文正先生 想不开 找澎湖去自行溺水 而自己夺取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几乎就开始了 马英九的政权八年的一幕 所以新的政府恐怕也要从2008里面 得到一些教训 那赖信源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其实是马英九的马前卒 那在马前卒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老贡的这个善意 以及马英九的屈服 跟屈膝之下呢 展开了EKFA 展开了两岸关系之间的 所谓的让利 不幸的是这个让利 让出了台湾人的台独的数字上升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对中国反感的比例提升 原因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 买办两岸之间 所造成的这个不公不义 以及贫富悬殊的这个状况 最后在三一八太阳化学运的时候 爆发了出来 2009年八八风灾 马英九 他这个到达台东现场的时候 人家说 我这个找你好久啊 我爸爸救不出来 他说 我爸爸也死了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八八风灾 薛祥传说 我父亲结业 八八结业 我在福华吃这个台湾菜 这个吃台湾粥 结果发言不慎 自己主动到打电话到TVBS全民开讲 结果后来辞职下台 刘兆璇 这个就背负着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民调太低 终于被金普聪跟吴敦义给夺权成功 夺权成功之后 其实国民党的马政权 一路在补选的过程里面 被民进党压着打 那个时候的民进党立定目标 用补选来恢复江山来重振元气 一步接一步 由民进党的组织高手将要接掌秘书长的洪耀福操盘 蔡英文加以配合 全力复选 结果一个补选 两个补选 把金普聪打得鼻青脸肿 到了最后2010年的时候的五都选举 差一点拿下台中市 要不是联盛文发生枪击案 很可能台中 新北都会翻盘 2012年蔡英文选的 并不是非常理想 民进党人一般认为 其实当时民进党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但是2012年之后 蔡英文 底定要卧薪尝胆 开始走透透圈台湾 他靠着到各地的 这个跟民众的接触 串出了民意对小英的支持 这个时候 马英九却在油电双掌 郑锁岁 以及马王斗 实安顶心政治献金 跟财团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 和他无能的幕僚的冲击之下 国民党的政权 马英九的政府 开始越来越让人民失望 2014年11月29号 柯文哲打下了联盛文 在六都选举当中 朱立伦只赢了两万四千票 这八年 不过就是这八年 我刚才讲的是实体的故事 马英九被冤枉了吗 由马英九来评断 并不公平 我们细细地来倒带给各位 这么粗略的倒带 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些事情是渐往之来 蔡英文政府即将执政 我相信蔡英文跟他的团队 是戒慎恐惧的 权力会使人腐化 权力是春耀 马英九个人的人格特质 过于自恋 而且完全不知如何做决定 又不愿意听从幕僚的决策 他的决策模式 跟集体决策的蔡英文不一样 他的决策模式 跟深思熟虑的蔡英文不一样 蔡英文喜欢走墙角边 蔡英文不喜欢站在舞台的中央 为自己喧哗炫耀 最近很多人在批评 马英九到处颁勋章 八年来颁了218个勋章 使我回想起一个很少人提及的故事 那就是蔡英文自己在陆委会主委 或者是行政院副院长 好像是陆委会主委 卸任的时候 陈水扁总统的政府 曾经要颁勋章给他 他是拒绝了 这个态度 希望是蔡英文的延续 好 今天我们看到 美国是支持中华民国 而美国的众院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对台六项保证列入法案 就在同时 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 看起来中卖台三方对于520 蔡英文的演讲稿的内容 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今天的自由时报 周景文小姐 A4有一个独家深入采访报道 马习惠先敌九二共事 锦一中没个表 他讲出了 当时我在现场 所感受到的 所感知到的 所目击到的真相 马英九最大的问题是 为了一己之私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包括被公屈膝 对于国家主权的出门